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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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看完这条视频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我知道最终的成果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瑕疵 但是你不要骂我 你要是越骂我 我就会越火 所以不值得 别忘了多夸夸我 然后给我一键三连哦 毕竟我牺牲了我整整一个暑假来做这个东西 你不三连 你不觉得对不起我吗 好的接下来我将给大家呈现的是全网最详细没有之一的吉巴罗 全程制作过程 2,000 years later 2,000年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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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像这里金色的部分呢 我是从面试上面摘下来重新串起来的 这里银色的部分呢 也是我仿照原来的设计家的链子 这边珠珠的话本来是每边有三串的 但是我特别担心跳舞的时候 它太重会掉下来 所以就暂时高两串吧 在肩膀上我这边有设置魔术贴 这样我穿上的时候也会相对更容易一些 那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胸衣放在它的里面呢 因为做完以后发现这个部分太短了 它会耸上去 然后它的松紧带可以把整个衣服往下拽 让上面的部分也保持扶贴 但是我在最终拍摄的时候 忘记扣这个扣子了 然后全程这件衣服就一直在往上耸 所以你们会看到有灰色的部分 就是这个东西 我真的是非常的遗憾 我们下一个视频 晚安 吉巴罗之舞 对于只有三脚猫功夫的我来说 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我能做的 就是努力不断地练习 一遍 两遍 三遍 无数遍 偶尔有成功的喜悦 但更多的时候 是一次次的摔倒和失败 首先准备一个自己的脸膜 有没有觉得我跟吉巴罗有点像呢 脸膜制作教程可以去我的主页里看哦 接下来用陶尼增高颧骨 鼻子 山根和眉骨 陶尼的部分也就是最终压制出来 甲体的形状 简单雕刻一些面具上的细节 flashing也就是甲体周围的这一圈东西 为的是边缘薄薄的部分 也能够清晰保留 接下来我们涂上机油或者凡士林 让我们在脱模的时候能够更轻松 接下来来制作樱模 我们先用石膏涂抹一层 轻轻抚去气泡 然后用石膏纤维带粘水敷上 来保持模型的形状和坚硬 糊上更多层 然后静置烘干 花了半小时终于让它脱模了 做的还是挺成功的 所有陶尼的部分都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接下来清理阴阳母里所有的陶尼 再喷上releasing spray 方便之后夹体的脱模 微波炉加热特效化妆吉利丁块 倒入阴模里 边角都要涂到 用小木片去除气泡 尽快地压入羊模 用带子狠狠勒紧 确保夹体不会太厚 半小时后打开模具 用爽生粉轻轻刷在夹体和模具接触处 小心秃模 脱模 脱模以后去除fleshing 这样夹体就完成了 首先用苏库粉霜 糊满全脸 然后用酒精胶贴上夹体 但是我之前特别愚蠢地给夹体 喷了水宝石 现在它变形了 用喷枪导入 MALOM的金属粉末以及稀释液 均匀喷在脸上 接下来画出吉巴罗的同款 克夫全骨 这时候我发现我的夹体实在太厚了 而且破了 还好我有plan B 换上新夹体继续 可惜这个夹体的鼻子 有点破了 为了方便我直接用丙溪颜料 画红色的部分 不要学我啊 伤生 用眼线笔画出眼窝 接下来用HudaBeauty绿色盘 和万华镜的黑色烟熏盘 画出眼影 然后用Roman家的闪片 画出亮晶晶的部分 这是在亚马逊随便买的液体眼影 画出金色的部分 下眼线 点质 好了 接下来就是画上吉巴罗 像画上去一样的下睫毛 给嘴巴贴上很多的亮片 好 那么既然你已经能观看到这里的话 你就是我的宝贝 好吗 非常非常的感谢你 如果你很喜欢这期视频 一定要赶紧点关注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以后就会更加努力的去干 更多好玩的东西 再给大家 OK 那我们下期再见 对新闻闹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每一天 都成长的